我不在的时间里 你要盯紧点 主 主张你干吗呀你 我说呢 这一天天人见不着的 考琴记录倒挺强和 你们这种形式主义管用吗 管用 本来想找向组长的 没想到碰到这事儿 这许愿石 平时就是这么纵着你们技术部的 你也看到了啊 这技术部的人有多么的懒忧 这么下去还得了吗 我之前就跟着许愿石说过 一定要纪律整顿 纪律整顿 他非要护犊子 不要我来管 现在好了 你来了 我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部门吧 的确是有些散 但不拉 毕竟工作效率还是可以的 你清楚就好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 尽快地整顿整顿 一定得对他们严厉一点 这样才能有威望 对吧 否则你整天跟他们嘻嘻哈哈的 他们才不拿你的命令当回事呢 李总说得是 我立刻马上就回去落实 我们的考勤制度 好 下午开会你来宣布 记得交上我 我给你作证 谢谢李总 那我先走了 咱们公司呢 一直都有早上九点上班 下午六点下班的规矩 虽然咱们技术组 一直考勤都很齐全 但是的确存在 迟到早退的现象 从现在开始 一旦发现在有这样的作弊情况 我立刻向总部汇报 辞退 听见了吗 维林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懒虫 才会年龄业绩下滑 不想被开除 就听向组长的啊 严格遵守纪律 李总 要不您先忙 具体细则太反缩了 我跟他们解释就行 辛苦你了啊 应该 我统计了一下 这几个月大家的工作量 发现大家拿的都是基本工资 年底再拿一笔 由公司当年业绩 分发的年终奖 我觉得这样的大锅饭 不适合咱们技术组 所以接下来 咱们技术组将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 也就是不用再打卡 大家手里现在拿到的是一张 工作量统治表 上面需要填写的有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等等的东西 如果你们的当年工作量 超出了基本量 我将会向总部申请额外的绩效 太好了 终于不用白加班了啊 我仿佛看到绩效在项目招手 向组长不多说了 我这就是多做点项目去 如果要是没完成 你所谓的基础工作量 如果你的当年工作量 低于基础量的话 不光绩效没有 而且我在第二年会酌情 降低你的基础工资 重在区在那一边 怎么觉得最近没什么项目 只有特地工资啊 他就那么几个底细 能养活自己吗 本来就不是学技术的 半路出家 哪有好项目会找他呀 要是没有项目来找我怎么办 你这就是在故意针对我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去 改善你的工作态度 并且提升你的面积 而不是在这儿眼天有人 你们二组改革 跟一组有什么关系 你管好高党就得了 有什么字够管我 忘记告诉我 学院时在走之前 把整个技术组都托付给我 让我全权负责 包括你 你管得了吗 部长 吓死我了 天天在公司耍什么 大公子脾气啊 又傻了 还真当自己是以前那个 一来伸手办来仗的大少爷吧 组长 您还好吗 需要这个吗 处理好了 清清 那个李迟到底什么背景啊 李迟啊 他以前呢 是个富二代 但是听说 他爸好像个人合资 被骗了几千万 然后就破产了 他爸一跑 他也就出来上班了 不过他这个人性格 确实是有缺陷的 就是那种 从小被家里面宠惯的那种 自从他们家出事以后 他就觉得所有人 都在针对他 他就是觉得你新规定 也在针对他 所以才会发那么大的火 没错啊 就是在针对他 组长 你还真实着